多年来 人们一直要求宝马推出M7高性能豪华旗舰车 但这家德国品牌依然抵制压力 拒绝这样做 幸运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宝马的M部门 老权忽视了最新一代漆系的性能面 事实上 M760 LI XDrive是最新漆系中最快的 而且快的令人毫无疑问 所以根本不需要推出M7了 在宝马Facebook上的新影片中 M760 LI XDrive可在3.7秒 从0加速到时速100公里 这一笔线形F10 M5还快了0.7秒 而M760 LI XDrive能如此快速的 是它的引擎和速轮驱动系统 巨大的6.6层V12双轮增压引擎 可在1500转时 就提供800牛米的大扭矩 在5500转 可输出592匹的大马力 并通过M部分调校的8速自动变速箱 传送到4个车轮上 本期内容由天下有车整理创作 欢迎大家留言及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